哈喽 亲爱的小伙伴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随着新英雄的不断出现 王者荣幕前英雄数量已经达到了88个 技能也是多种多样 有些英雄团战不一定很强 但对线却是格外无赖 光是遇到就让人觉得难受 宁愿塔爆掉也不想跟他对线 这些英雄都有谁呢 嘉明就跟小编一起来看看 第一位 李信 李信拥有三种不同的形态 其实四季后想抗压手塔和压制对手 也只能切换光形态 就因为这个光形态的李信 让很多英雄无边线可吃 就连以前的上单霸主花木兰 一直能塞在塔下猥琐 恐怕只有顿山才能迫使李信 转换暗形态了 第二位 米莱迪 一个可以召唤机器人拆塔的英雄 就连偷猪都不需要自己去 中路和米莱迪对线 经常会被一群机器人追着打 想好好地吃个边线都不行 有时候塔下回程都会被他们打断 要说最多会助攻的也是米莱迪 中路爆发的团战 任何几个机器人 助攻和经济不费吹灰之力 第三位 加罗 今天的手长优势和普攻减速效果 让加罗轻松地应对敌方战士 只要对手一个突进失误 想回头到塔下 那是不可能的事 加罗能把他减速到怀疑人生 在和加罗对线的时候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不然恐怕都出不了防御塔 除了以上三名英雄 各位小伙伴在对线的时候 最怕遇到哪个英雄呢 欢迎一起留言吐槽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 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下期见 拜拜 下期见